贾瑞呢就经不住诱惑 经常看正面 结果是看了几天以后 两个人把他拉走 一面无虎 一经过多 不致身亡 一面无虎 我们现在对房地产的感情 就好像贾瑞开冯月宝剑 我们看不到后面的窟窿 看不得 一经济往下滑 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往下滑 这个土地内不出去 就立即急了 就改革把这个冯月宝剑的正面翻出来 一看GDP又增长了 土地层属于上下了 房价又往上涨了 完全一回事 那么命令会不会跟贾瑞一样 我这两家一直在想 我们会不会一经过多 会不会亢奋直使 所以对于房地产 一定要警惕小贾瑞呢 没错 大家还是要保就已经过于兴奋 就是说已经过于了 为什么 就是一方面是 想要打压的人过度了 另外一方面 不想打压的人也过度了 双方都兴奋过度 所以我们需要看的是一面正常的镜子 你要看到美女 也要看到红粉骷髅 然后你要让这个骷髅 慢慢的恢复正常 所以只能是一个 慢慢慢慢恢复正常 从前到路 叶方的意思是 这个骷髅墙上 这边看一下 那边看一下 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 不是一经过少 也不是一经过多 适度的意思 对不起 不能跟你说这个 但是我要跟你讲 你不是挺能告诉我们该怎么投资 对 那么像咱们那天谈到说什么封闻 阿尔多斯资金来京城楼市抄底吧 那现在不是有降的趋势 很多人手里有钱 这是不是一个入市的良机呢 现在 我告诉你 现在这个环比的房价 全国的平均价格是下降 但是下降非常少 那么有的地方是下降 你比如北京啊 上海深圳都降了 但是它降的 我都去看过那个楼盘 尤其上海楼盘 我看很多 第一 郊区 交通不便 黑灯瞎火 北京五环外 六环外 甚至七环外 你要不要去买 第二 市中心也有降的 降的如果是好的楼盘 人家都憋着 只出手两套三套 等你知道黄花菜都凉了 都是内部人在那买 根本就买不到 如果说市中心还有降的 对不起 那就是黑灯瞎火 你常年不见阳光的盘子 所以我就搞不清楚 为什么还能降呢 也就是你大哭大喊的喊 说房子大跌会出危险等等 我们现在 砸手楼吐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现在 可能这个中国人 一直在一个 很不正常的心态 和很不正常的这种温度下生活 我经常讲 我说这个 我们本来三十七度就可以 或者三十六度五 是正常的温度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整天体温是四十一度 有一个医生 这个外国老美 美国医生进来以后 说四十一度高烧 改会给你治治病 刚治到三十九度五 一个中国的学者跑过来说 你这样会黑死人的 不能降到三十九度以下 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就这样 事实上还没有到三十九度五 已经有所有的温度含起来 会死人啊 会死人啊 事实上我们能不能试一试 或者可以一个特区 搞一个特区 这个地方房价 绝对可以降 北京的宝珠 宝首都 宝上海 别的地方可以降 你试着把它降到三十六度五 你会发现你活得很舒服 没那么严重 选哪儿是 选他们老家 那个西北 我们老家 我们老家真的 这个叫陪伐商 发明了一个色叫钢区 因为那边炒房的很少 房子就是被拒住的 弄起来的 你看好像马博士 他们老家 这小县城很偏眼 对不对 每平米都要四千五 全国贫困县 所以你说 这个是靠压能压得住的吗 压不住 为什么呢 第一你刚才说了 说大家都种苹果了 有钱了 对不对 第二所有人都跑县城去买房子 为什么县城有好医生 县城有好教师 对不对 刚性需求就出来了 第三 政府也不想降 他为什么要降呢 我降了之后 我这个土地就没有收入了 所以我要 我要告诉你的是 像南京最近放松了吗 公积金贷款放松了 杭州也是的 为什么要放松 那个地方 放松土地 公积金员下就没用了 那个地方土地流拍非常的严重 现在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收入了 流拍是好事啊 流拍 流拍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地价定的高了 对吧 你往地里定一下 那我告诉你说 在货币还那么多的情况下 土地又流拍了 你让政府的钱 你让政府的收入从哪来 他公共人要发工资吧 他这个赤字怎么办 他到明年过年了怎么办 他不能都像你们这样 国家级贫困县 政府载易支付吧 也才讲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现在钱还很多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很奇怪的是 一方面还要放松货币 放松货币 一方面又告诉我们 这池子里边水还很多 还是混脑真黑 所以你想想 就是同一个人发出 都是可以发生 当放货币的时候 他们环户缺越 但另一方面他们说 你打压房 你为什么打压 你放了那么多的货币 你还要打压房间 事实上现在有多少人购卖力 所以我现在 我更重的究竟一个概念 刚性需求跟刚性需要 刚性需要指的是什么 我要有房子住 对吧 但是刚性需求 从经济学校来讲 需求指的是什么 是有购卖能力的需要 你有购卖能力的需要 才叫需求 所以这个经济学校 从里面有一个需求 叫刚性需求 如果有的话 有刚性需要 比如说高性的只有要 只有要 如果你有钱的话 才会变成求 只有两种投资 只有两种方式 在房地产市场 一个就是投资 我确实非常有钱了 然后我去投资 另外一种就是很简单 我要住 我没有地方住 然后我去买 那现在问题是说 我觉得是 不 我觉得这个不是开发商问题 任何地方 只要有货币泡沫 一定有房地产泡沫 谁让他货币发的 我也是最近老听人说 说是印票子 印钞票 印钱 印多了 我说不是跟美国一个路子 说美国印美元 是吧 咱们进人民币 所以美国又次贷危机 房地产泡沫 就起来了 所以就说 这个钱 你看我从今年以来 真的开始 想把银行 那可怜的那点存款 全去买东西 不管买什么 因为我太多的人人知识 就告诉我 他们印票子 你的这个钱放在银行 一年掉一半 对吧 这是不是这个钱的出处 所以我跟你说 如果说明年 明年的货币发现量 有可能下降 如果货币还是那么多的话 那么就是买资产 有时候买什么 能让你买煤炭 你买煤炭 能让你买黄金 你买黄金 能买什么买什么 因为他货币还是太多太多 到时候他还是贬值的 对不对 你拿着现金 你干什么 我们去年 我们三个月聊过一个 说怎么样理财 我记得我当时回答的特决望 我不知道 我三个字 你投什么 因为通炸本身是国家行为 他要让你付资产 那意味着你要回避 它是非常难的 所以明年事实上 无论是明年的经济也好 还是明年的理策也好 事实上是最看不清楚的一年 明年会怎么办 还是看不清楚 所以我觉得你看 我买房子没错吧 你看每年 每年这个在12月份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前 媒体专家学者 已经分析的真是透透彻彻 然后中央都不好意思 再把那个东西拿出来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今年你会发现 一个很奇怪的事 谁也不敢分析 中央的政策会怎么样 对这一块的分析非常冷淡 为什么 明年真的看不清 所以我们08年 我们是哪一年 我们三个聊那个事 过了几年以后 我发现我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明年经济会怎么样 2012年 谁说得清楚 那到底五的钱 到底该干什么 是放银行 还是不放银行 给夜台 让夜台给你理财 对 理知情好不好 没错 把所有钱都给我 夜台作为女人 非常喜欢这个工作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人生 有很多目的 每一次出发 都是新颖的旅行 唯有专业保障 方能享受路途 天平保险 自在出行 广州银河高尔夫装选 幸福味道 又爱烹调 欧派整体厨房 有家 有爱 有欧派 夜台把钱给你有希望吗 给我 我在转交为别人 转交为我 我再给你重建银行 他现在 我有两个做企业的朋友 我觉得他们现在 做的比较好的人 这个是很清楚的 就是逢地吸纳 尤其做实体企业 做的比较好的人 现在资源 然后他在国外 拼命的买资源 有地买地 有矿产买矿产 就是一个逢地 有人买人 对 不是奴隶的时代了 逢地吸纳的时间 你在国内的话 我就觉得很简单的 如果说政府 还允许你做短期理财 做点短期理财了 能买点什么 买点什么了 然后只是你坚决坚决 不要把钱交给我 交给他 这都挺不靠谱的事情 我跟你说 但是我觉得最不靠谱的 明年是别交给房地产 不说买房子 明年明年 我觉得这个房地产 有两种最大的可能 但是我反对说跌50% 我认为这种可能 几率的于零 但是明年如果说 两种情况下 我喊你一声 我们俩就抢房子 第一个限购取消 我们立即去抢房子 你有多少钱 你给我 没房子 第二点是货币 如果再放松的话 那么我认为明年上半年 可能是在我们这五年以内 我们难得一见的房地产下跌的机会 所以上半年 你多叫我来几次 没错 你说不定能发财 没错 这就叫理财 然后劳务费就不给你了 你是从利润里赚 他这说出两个关键点 这有指导性吗 他说明年可以 上半年可以弘帝吸纳 是吧 所以他明年还是看找房子 要不要找什么房子 我讲了前提条件 这有有这两个前提 但是我认为现在性价比好的房子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性价比好